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继续走进评点金屏梅这个小栏目当中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们将给大家围绕着金屏梅告诉你 如何在恋爱当中具有火眼金睛 我们围绕着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谈一谈 换句话说 就是说让你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效的去辨认 这个女人或者说这个男人 到底是不是个渣女 到底是不是个渣男 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也已经发现了 当今社会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是离婚率居高不下 好些听众说了 我身边谁谁谁离婚了 很多呢 收听我节目的一些老年人朋友也说了 老李家孙子又离了 老王家闺女离两回了 忽然之间 不管是任何年龄 多少层次的听众 似乎有了一种感觉 怎么我身边离婚的人这么多呀 那么我们大家想没想过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似乎所有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口径 就是说婚后不合 感情不合 那么我们大家想没想过 真的是感情不合吗 真的是两个人三观就不同吗 我告诉大家 这些都是借口 说白了 就是你在恋爱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埋下的祸根 才导致你结了婚以后 必定走向离婚 我们大家可以这样去想 按照咱们国家现在法定的结婚年龄 你怎么着结婚也是20岁以上了吧 甚至北上广深一些朋友30岁以上吧 那你想想一个20岁的人 一个30岁的人 他的这种思想模式 他的这种感情模式 他的这种思维 那都已经是固定的呀 你搞对象的时候 你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为什么等到你结完婚以后 你却发现 哎呀这个人不适合我了 为什么 我跟你说 就是你的恋爱谈的不清晰 就是你在人生的必修课恋爱 这个道路上 你走的岔路了 你走的远了 你没有走到一条正道上来 我跟大家这么来说 人生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找到你的另一把 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做家和万事兴 对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另一半的话 会对你今后的事业工作生活 都能够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所以这一期节目呢 我们借助金瓶梅 来给大家呢 把这个如何在恋爱当中 哎 具有一个火眼金睛 如何在恋爱当中 有效辨别你的另一半 到底是否适合于你 我们就来围绕这个话题来谈一谈 所以呢 这期节目年轻人要听 收听我节目的老年听友 你也可以回想回想啊 你年轻的时候 是怎么走过恋爱的一些经验道路的 同时呢 也把这期节目 推荐给你身边的 或者说你的下一代 推荐给你家里的晚辈 让这些年轻人们啊 不要在这个恋爱上 总是摔跟头 那咱们首先来说一说 我们说 一个男人 究竟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或者说在恋爱的时候 我们如何先去把这个渣女 给他剔除出去 我们如何把这些行为 有劣迹斑斑的这些女人 去把她给剔除掉 我们先来谈这个话题 如何辨别这样的女人 那么首先呢 第一点 这个渣女啊 或者说这个女人 如果她这个人不好的话 她首先会犯一个问题 就是和身边的男人 往往都特别的暧昧 像这样的女人 是不能要的 这样的女人呢 每期名曰 和那些男人啊 称兄妹 那是我哥 那是我认的什么哥 这样的女人 总爱用这样的称呼 我们讲前些年 咱们看一些电视连约剧的时候 我们还听到了一个词 说谁谁谁是我的 什么男闺蜜 前两年的时候 男闺蜜这个词 好像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吧 我记得后来 在很多的这个报纸上 还对这个词呢 有了一些批判 所以到后面呢 男闺蜜这个词 从某种意义上讲 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而这些女人 往往最不缺的 就是男闺蜜 我哥怎么怎么着 哎这事找我哥办 我哥能帮我办 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们讲 男人谈恋爱 找女人 对于这样的女人 我建议你 你是不要去碰她 为啥 因为她在你之前 或者跟了你之后 你不知道 她跟她的这些 所谓的哥呀什么的 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说 一个和身边男人 都非常暧昧的女人 不能要 这个就有可能成为 你们今后离婚的 一条铁定的法则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识别渣女的第二条 当一个女人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说 她往往不公开你 她往往不愿意 让你走进 她的朋友圈 这些女人 如果说一味的 只是跟你保持 一种单线联系 或者只是我们两个人 这种小团伙性的 这种活动的话 你要小心 她很可能是 交财两只船 甚至说 她对你有很多的不满意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为了结婚 而去结婚的话 这种不幸的婚姻 往往注定 最后是悲催二滋 来结束 那么 当我谈到这的时候 咱们结合金瓶梅来说 我们说 金瓶梅里面 潘金莲 具有第一条 渣女的性质 就是和男人 总爱搞暧昧 大家且还记得 在我们讲到 潘金莲和武大郎 在一起的时候 他先是在 子时街 那个小房子那 经常和 从他家房子前面 过的那些男人 有个什么 磕磕瓜子皮 挑逗两句 别的男人 多看得起眼 冲得逗逗 这种暧昧的表现 潘金莲 都表现了出来 所以我们说 他就是一个 在他的身上 就具有了 这一条的特质 喜欢和男人玩暧昧 那么 当他 到了这个 西门大展以后 你看他跟秦桐 跟陈经济 是不是 这些事情 都表现了出来 那么 伴随着这部书的播讲 到最后的时候 大家还会发现 潘金莲到后面 还和一个男人 有暧昧关系 你继续听就行了 到后面他还有 那么 刚才我说到第二点 就是说 男友不愿意公开 还有一个人 谁啊 李平儿 李平儿在找 蒋竹山的时候 其实他就表现出了 这一点 但是蒋竹山 当时说白了 他是想当上门女婿 他是想通过婚姻 改变一下命运 所以说他忽略了这一点 那么忽略了这一点的时候 也就恰恰注定了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的 最终的悲哀 李平儿就不愿意 把蒋竹山介绍出去 在原书当中啊 李平儿曾经非常浅淡的话语 就跟这个冯妈妈 冯婆子就表现出来了 就说这个蒋竹山啊 就让他直接上门就算完了 我也不想着去搞什么婚礼啊 搞什么婚宴啊 我也不想着让旁人都知道了 在金平梅乌山检版的原著当中 李平儿这样的话语是出现了他 所以蒋竹山 从那个时候 他脑子里就 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一个女人不愿意把你展现在 他的朋友圈当中的时候 说白了 他是对你不满意的 那么这种不满意的婚姻 也就决定了 日后有那么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 你的婚姻可能就要土崩瓦解 蒋竹山和李平儿的婚姻就是这样 好 来 那我们再来看 广大男性听 第三一点 我们说 这个女人 第三一点 我们识别渣女啊 这个女人呢 她往往有另外的一个表现 就是 喜欢蹭吃蹭喝 谁请客都愿意去 别人一约 就出去 还美其名约 这都是我朋友啊 那我交往 不能说不结交朋友吧 哎 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女人有没有 太多了吧 你遇到了没有 别说 你没遇到 没遇到你是幸运 遇到的听有 面对这种情况 你跟这个女人还纠缠下去吗 你还跟她去恋爱下去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跟她恋爱下去 并且最后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 离婚的那个人 一定是你 这样的女人 说白了 她很物质 明白了吧 她和男人在一起的目的很简单 蹭吃蹭喝 弄个强滑 所以呢 当她在和男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能给她钱的时候 她可以温柔的喊你一声 老公 温柔的喊你一声 丈夫 但是当你一旦有事 当你一旦有难 当你一旦没钱的时候 她立马和你拜拜 换句话说 这样的女人 就是只能同甘 而不能共苦 这样的女人 现实生活中 你遇到过没有 你应该是见到过的 希望每一个听我节目的听友 我们都能够火眼金睛 不要遇到这样的渣女 你一旦跟她遇到过这样 遇到这样的渣女的话 你往往就要中招了 这样的女人一般手腕还比较高 我跟你说 这是我讲到的第三点了吧 第三一点 就是这些女人比较物质 一个女人如果特别物质的话 你就要考虑考虑 你兜里的银子怎么样 潘金莲应该来说 她是随着张大户死了之后 五大单独跟着她 在到西门庆出现之前 其实在这一段感情的空荡当中 潘金莲就已经表现出了 对物质的一些奢求 我想住大房子 对吧 我宁可自己贴着钱 我都要住这个大房子 其实她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 那么当西门大观人 这样一个有钱的男人出现的时候 你五大郎不就注定是悲哀婚姻的结局吗 所以说没有钱的男人 你看我那个好多听友给我留言 就是说没钱的男人 别玩高配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心中有数 什么样的女人 能够和你去过日子 对于一个非常物质的女人 你先考虑考虑 你今后的经济能力 你能不能够满足人家 把这些道理考虑到 这是第三点 那我们接着来说 第四 就是我们广大男性朋友 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很多男性朋友 总想和自己的女朋友 有点啥事发生 对吧 我们一直在要求 哎呀亲爱的 你答应我吧 咱们今天是吧 去我家 要不去你家 对了 咱们还可以去 去宾馆 开个房间 很多的男性朋友 总想办成点啥事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些女人往往会说 这么一句话 啊 我之前受过伤 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呢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从这段伤感当中 走出来 哎 你看上没有 她会说她之前 还没有走出来 她往往对你要求的一些事情 她总是拒绝你 她不想为你去付出 哎 我们讲 这样的女人 你可能还能把她识别出来 哎 这样的渣女啊 如果她这样做的话 你可能还能把她识别出来 但是我们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在有很多的女人 已经让男人防不胜防了 为啥 就是人家反其道而行之 你不是想跟我有点事发生吗 可以 我可以跟你有点事发生 你只要听我话 你只要肯舍得给我花钱 是吧 不就是男女之间那点事吗 我满足你 哎 我跟你讲 一旦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的时候 往往男人就乱了自己阵脚 往往你就感觉 哎呀 她跟我是真爱 哎呀 她跟我是 这个 这个 一定是我理想的另一半 如果一个女 一个女人啊 如果一个女人对自己下半身绝对放得开的话 特别容易让男人肿招 但是广大男性挺有 年轻的一些男性朋友 你一定要记住 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变了啊 很多的女同志呢 她把有一些事情她已经看得比较开了 那么也正是因为她如果看放得特别开的话 那么你就得反思一个问题了 你有多大的魅力 让这个女人肯被你这样 换句话讲 就是她能跟你这样 她也能跟别人这样 你把这个道理要想明白 所以我们广大男性听众 咱们还是从金瓶美当中 你去感悟这些东西 你王六尔对西门庆如此的听话 对西门庆如此之好 难道说跟西门庆就是什么真爱吗 就是什么一见钟情吗 我告诉你 男人对女人的一见钟情 说白了就是见色起义 女人对男人的一见钟情 说白了 有的时候看的就是你的雄厚的家庭背景 还有你口袋当中的RMB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任何的交往 就是一见钟情 王六尔对西门庆就是一见钟情 是吧 这个王 这个西门庆去他家看韩爱景 能不能许配给摘迁 一眼 王六尔就同意了 西门庆见着他 也同意了 那么 王六尔对你西门庆是这样 对待别人呢 对待他的那个小叔的韩二呢 那不都一样吗 所以说啊 王六尔这样的女人 今时今日找的是西门庆 西门庆一旦不在他身边出现 他照样能找个东门庆和南门庆 所以呢 广大男性挺有 千千万万 自己的头脑当中 当你听到我这期节目的时候 你在恋爱的道路上的时候 你就要避免这些渣女的出现 那么很多男性挺有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当你和这样的女人 因为两人之间是吧 想发生这点事 如果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有的时候懊恼啊 或者是对这个女人冷淡下来了呀 你还会发现一个特质 就是这个这样的女人呢 她湿不湿滴的 她还会连接连接你 她还会对你有那么一点温柔 一下子把你心中已经熄灭的那盆火 蹭了一下子 又给你点着了 这样的女人是恋爱中的高手 她懂得若寄若离 她懂得放长线钓大鱼 她懂得和男人有的时候 是要玩太极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 包括在这个和男人玩太极 这种套路上 谁玩的好 就是这个叫孟玉楼 孟玉楼玩太极 玩的是最棒的 她和西门庆之间这种沟通 孟玉楼找西门庆 说白了是为了找个靠山 也是为了她的这种家产 因为啥 她死去的丈夫的这个本家人 今后对于她继承这笔家产 是一个非常潜在的威胁 而且呢 她十岁的那个小叔子是越来越大 你到时候呢 你孟玉楼你就没法弄了 所以说她迫切的需要在清河县找一个像西门庆这样的能混黑道白道的主 她需要找一个这样的人 当靠山 但是孟玉楼和西门庆在一起的时候 她所表现出第一次见面 她给西门庆的就是那种若寄若离的感觉 大家可以在金平梅 大概是第七回 往后生 你在那个章节里面 你可以呢 去看一下兰陵萧小小生 她是如何用这种细腻的笔法去写出来的 兰陵萧小小生就是一个恋爱中的绝对高手 她把这个女人如何对男人 如何去调这个男人 她在这本书里面 她写的非常的好 她的那种潜词造句 她的那种文笔 你看过以后 一定会让你在恋爱的道路上大受启发的 这是我们讲到 这是第几点了 第四点了 那么第五点 这个如何面对渣女 就是我们广大男性朋友 你啊 当跟他在一块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很多男性朋友被人家成功套牢之后 我们大家不自觉的就有一种感觉 我该如何拯救他 我该如何让他和我在一起 能够生活的更好 我该如何让这个女人和我在一起 我们今后能够幸福长相厮守 你知道吗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就说明你已经是完全中招了 这就是男人最悲哀的一种表现 被渣女调的是团团转 一天到晚替人家考虑 如何把人家解救出来 如何把人家今后能够和我在一起过得幸福的不行 像这样的男人 就如果你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已经距离结婚不远了 换句话说 这个女人如果此时此刻 她们众多的备胎当中 选择来选择去 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 就该找你了 但是这种婚姻结了以后 不会好 这些女人是非常老道的 非常有恋爱经验的 她已经把你的整个这种思维 给你套牢了 所以第六一点 就是一个女人会给你洗脑 把你给套牢了 我跟大家这么来说 把男人的思想能够套牢的是谁 是潘金莲 金平梅这本书当中 到最后的章节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潘金莲和陈经济 就是西门庆的一个女婿 你看小潘是如何玩转陈经济的 你就知道一个渣女 是如何让这个男人 彻底死心塌地跟着我们 陈经济要说是比较有才华的 见过大世面的 从东京汴梁城来的 爹还是当年朝里的大官陈宏 但是就这 陈经济在小潘的面前 小潘一把拿住他 彻底的把他心给征服了 陈经济死心塌地的 跟着潘金莲 继续往后听 小说的后面 会对这些情节有详细的描写 当你把金瓶梅这本书 全部听完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渣女 什么样的女人我能要 什么样的女人我不能要 所以广大男性朋友 一定要记住 结婚是要找一个能够过日子的人 结婚不见得非要找一个漂亮的女人 你记好一点 漂亮的女人谁都喜欢 但是漂亮的女人你能hold得住吗 这是其一 还有一点就是漂亮的女人 往往有的时候 她外面聊她的人也多 稍有一个不慎 这些女人就会给你戴上一顶绿帽 所以我们讲 现在的离婚率居高不下 那么你在恋爱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把握好里面的一些内容 没有把握好里面的一些细节的话 就会招致一个婚姻的失败 行了 今天这期节目讲了21分钟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讲的是 金瓶梅教你恋爱当中 如何具有火眼金睛 我们识别渣女 那么下一期节目呢 我们接着今天这期节目讲 讲什么 讲讲恋爱当中 如何识别渣男 对吧 咱得公平一点 人家兰陵肖孝生写金瓶梅 人家把渣女给你写出来了 提醒了广大男人 那么同样 你广大女性朋友也得说了 那家伙 男女是相互的 是平等的 万一这男的骗我们怎么办 兰陵肖孝生也告诉了你 金瓶梅这本书 他写出的是人性 金瓶梅这本书 他道不尽的是人生的宝典 好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讲到这 咱们下一期 如何识别渣男 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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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